被害者家屬夜夜的哭聲 大法官你聽見了嗎 八成的民意 反對大法官實質廢死 人民的憤怒 大法官你聽見了嗎 新國會智庫今天發布第一份民調 有82%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 這是大法官你最大的恥辱 完全背離民意 虐殺施陀蔣女教師的流性兇犯 五度判處死刑 就在大法官宣布實質廢死之後 更是審判決免死定驗 最高法院很誠實 他告訴大家 不是大法官口中最嚴重犯罪的故意殺人 所以按照大法官判決的意思 直接免死卻判 那我想請問大法官 什麼叫情結最嚴重之罪 現在有37位 今天惡性重大的死囚 因為大法官即將面對 可能被釋放出來 甚至免死卻判 大法官你對得起人民嗎